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得闹更看门道 本集关注另外一位旅台就是神的洋将代表Cesar Valdez 瓦德兹曾经在2015年下半季短暂加盟过Lamigo桃园队 不过这集切入的角度比较特别一点 主要是从Valdez 2020到2021层级的巨幅落差 看大联盟是多么残酷的擂台 2020年Valdez睽違三年再次回到大联盟赛场 而且焕然一新 从之前的观光性质一度变成中流砥柱 在14.1局的投球当中 智者分率仅1.26 球场后援出赛再下三次救援成功 2021年开季表现优异 但接下来连续炸裂 被拔除终结者的位置 一度被下放3A 再拉上大联盟也不稳 整机ERA高达5.87 虽有拿下8次救援成功 也吞下5次救援失败 这个中的关键很可能就是 成也变数球 败也变数球 2020年Valdez的变数球使用率高达83.2% 非常之高 却还有鬼神成绩 就知道他这颗变数球非同小可 Valdez的变数球千变万化 他可以控制变数球的转速 速度 下距的幅度 下距的方向 前红袜打击教练Teen Highers 成形容Valdez的变数球 就像一种独特的曲球 有时候会走传统右下串的轨迹 有时候会直坠 有时候甚至会走滑球左斜串轨迹 拐出好球带 对左右打者都可以作为很好的隐忧球 这是Valdez变数球的放球点 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回避角度 包括第四分之三出手跟侧头 再透过微调手腕转动握法等 制造上述不同的轨迹变化 堪称奇人 加上进磊才击对的球威 真的很不错 所以能压制大联盟打者 根据StateCast 2020年瓦特兹的变数球 平均垂直位移49.9寸 跟球速以及出手点类似的投手相比 都输9.2寸 高居联盟第二名 2021年垂直位移加大到50.8寸 比类似投手多出7.3寸 也能高居第四名 显示这两年的变数球球值都还是不错的 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会是控球吗 Valdez本季控球的确少有退步 平均每9局4坏 从1.9次退步到2.7次 但也没到乍裂的程度 真正造成他ERA飙升5倍多的关键 是被安打数 从平均每9局被安打4.4支 暴增到12.1支 虽说如果控球容易飘高也会挨打 但从Valdez被安打 跟4坏次数的成长悬殊过大 被破解的可能性还是更多一些 至于到底怎么破解的 小哥比对了大联盟数据官网 Savon的资料库 关键在于打者开始锁定 Valdez投在高位置的变数球 2020年Valdez有35颗变数球 投在好球带九宫格的高位置 占投进好球带的变数球总数43.7% 只被集出一支安打比例2.8% 2021年投在高位置有124颗 占总数46.6% 比例上并没有成长太多 但被敲出22支安打 比例上升到17% 占Valdez被集出安打总数约1 3分之1 实际从影片来看 这是2020年打者对那些高位置变数球的反应 因为Valdez的变数球下最快 打者往往以为是偏高的球放掉 最后却掉进好球带 但在2021年就开始被扛出去 即便是投在好球带第一位置的变数球 2020被集出安打的比率是6.6% 2021也成长到12.6% 虽说著名终结者Rivera也是凭单一球种卡特球走天下 但他的均速有145公里以上 Valdez的变数球均速只有125公里 交手经验一波 或是被反复观察影片掌握特性后 还是比较容易被破解 这就是大联盟的残酷舞台 Valdez应该也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2021将变数球使用率降到74.9% 但他的速球均速85mine球微不足 所以还是无法跟他的变数球有足够的交叉掩护作用 或许Valdez把变数球压得更低一些还有一点希望 但无论如何Valdez还是已经在屡台就是神的史册贡献了重要的一笔